有关北平目前在入业之后最新的情况如何 我们现在透过一样电话来问台湿对北平的记者徐浩平 浩平你现在看到的最新情况是什么样子 目前我们在天安门广场附近仍然可以看到有一些抗议群众在那边 不过人数已经减少了很多 那么只是现在中共的装甲车和武装士兵仍然包围北平 而学生和民众一连两个通宵 守在天安门广场此力都消耗不少 所以现在在表面上看起来紧张的情势已经下降了一些 学生的人数减少的原因是什么 有的是说回去补充体力 因为晚上可能尤其晚上就到凌晨的时间是 通常他们最担心被镇压部队来用武装可以说控制广场的 所以他们往往都是到晚上再回到广场 而且召集群众来守住天安门广场 现在世界上的这个留言和小道消息是不是很多 非常非常的多 我到处都在传闻说李鹏武军辞职赵紫阳下台甚至被软禁 不过这些我倒觉得有一些特别的意义 因为这次他的学生运动知识分子所导引的大陆争民主争自由的全民运动 已经演变到现在引发了中共高阶层内部权力轻压斗争的这一个特别的事件 所以相当值得密切注意 我下面有几个很简短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今天晚上的情况会不会有继续的恶化的可能 今天晚上这种情况的话 目前大家都觉得是山鱼来丰满楼 因为似乎平静有点奇怪 那么但是大家还是坚持最后的耐力 恐怕双方要看这两天的变化了 所以学生是绝对没有放弃的打算 对目前完全没有放弃 而且有的学生还在戈壁上都写了他老家的地址 讲究万一要流血的话 他们希望人家能够把他的尸体送回老家 有些情景看着相当令人感动 那你看这个僵局还要持续多久呢 目前的话如果学生的耐力和中共领导阶层 他们内部的权力能够维持一个稳定 而且没有任何的节外升级的话 恐怕还会僵持几天 因为目前群众还是蛮支持学生 那么再热情一下 他不管是用温和的或用暴力的 很难能够说服民心 所以我们还要密切注意整个形势的发展 对了 的确是这样子 好 非常谢谢你浩平 好 谢谢 中共为了欺骗世人的耳目 早从上个星期六开始 就封锁了一切对外的电视画面 但这阻止不了我们 记者许浩平跟朱森友 今天就成功地从北平送出来了 这过去两天当中 大多人民不畏惧中共武力镇压 所表现出来的勇敢的情形 我们必须强调 这是国内电视记者 在北平所做的第一次独家采访 而送到了外面 而且为了顾虑的安全 这两位记者是以计程车作为掩护 才拍到了许多珍贵的画面 以下就是我们今天所说到的这段独家报道 各位观众 现在北平市已经全部展开戒严 而在记者身后您看到的 就是中共军方已经出动了大批的直升机 要进入北平市区 建议后的北平在成千上万请愿民众聚集的大广场 和宽敞的长安大街上风 都不断出现军用直升机四处盘旋的情形 特别是当六七万由中共从各地调来的装甲车 但武装士兵被学生群众组绝在北平各主要干道之外时 直升机更是戒严以来 唯一可以在市区上风显示武装威力的象征 而不少工人也主动地加入阻断中共大军开入北平的行列 因此街道上常常设有障碍物 重要的街道学生更是仔细地检查证件 使得中共四十年来首次在大都会宣布的军事戒严令 竟然连续数十个小时都不能够控制局面真正的戒严 也使得作为中共首都的北平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 9月20号凌晨 中共国务总理李鹏和中共国家主席杨尚坤 透过电视广播的严厉声明 忽略民意理性要求和当局对话 以改善内政腐败增加民主自由的一致声浪 因此强烈刺激了更多人前仆后继的加入声援的行列 从白天到黑夜 救护车和游行抗议的队伍 都不间断 绝世的同学倒了又有人后补 声援的学生更从哈尔滨西安 湘潭各地涌入北平 民众不但给予最热烈的掌声彻夜不归 也自动在寒冷的夜里 组织了摩托车的巡逻队 正面和中共的借银对立 而在白天烈日当头的时候 气温高达30度以上 同学们一方面居高演讲 一方面义务组成了纠察 靠一股自发的力量 维持了大北平都会区危机中良好的治安 练交工人支持的队伍来了 小市民在天安门断水的情形下 也赶来送水送食物给学生 而艺术家等社会各个阶层 几乎也都完全不顾戒严的威胁 骑着单车挂上标语声援来送水 和学生结合民众 团结一致对抗专制的意念 勇敢果决的执着 更是振奋人心 我叫何良 我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 是河北发明自由学院的 我记得作为一个学生 参加这样的一种 首先在我本身来说是一种荣幸 再一个我们国家 太需要民众了 我们没有留学 就换不起民众 虽然现在民众已经起来 他们是非常拥护我们的 我希望通过我们的留学 再换取更多的民众 这就是我的话 完了 谢谢 我只要你们回到台湾以后 我能把我这些话 传给台湾人 谢谢 请原谅一下 我是朝鲜族 作为朝鲜族 参加这次中国的民族运动 我是心丹情愿的 为中国的民族 中国的民族 中华民族的阵线 献出我的生命是值得的 那现在有这武力镇压的威胁 你们怕不怕呢 武力镇压 很多学生 也许是怕 我刚刚见了一个 我们学校的一个女学生 她说她有些害怕 但是 她也说了 中国历来的民族运动 没有一次是没有留学过的 抗打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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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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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 现在您所看到的 就是北平实施了空前 建言之后 街道上实际的景象 目前所有中外记者 已经限制所有的采访行动 我们是冒着生命危险 为您拍摄以下的情形 建议可以看到 所有的同学和民众 都非常支持 这一次民主的运动 而所有的街道上秩序 也是由学生来维持 台湿新闻 朱曾有许浩平 在5月21号 于北平天安门前 为您所做的报道